刚刚看到的结果就是输入几个学生 假设这四个,然后最后负一 你希望得到这三个结果出来 当然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 这个是初始化一个清单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有一个清单 很重要,第一个一定要有个 这个中国阿福的符号放在这边 表示说我要建一个清单 那当然跟Excel比起来的话,Excel不用 Excel直接可以输入 当它不等于负一的时候 不过这个逻辑,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写好像会有个问题 它最后会把负一 append的进来 会多一个负一 也就是说在这个scope里面的话 会多一个负一 所以我先把这边也先注解掉 比如说我今天先注解一下 假设我今天输入完 当然你如果不知道scope是什么 里面放什么的话,你可以print什么 把这个scope里面的东西先print出来 看一下也OK 你就不用一次全部都要做到到位了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假设 随便输入几个好吧 OK,你输完之后的话 最后一定负一嘛 那我把它print出来 你会发现它输入结果就是 它是把一二三四个东西放到这里面 所以将来呢,它就长这样子 scope里面就长这样 那如果你要取得的是第一个值的话 那你scope 如果你要取得89的话 你scope中瓜糊你就输入0就可以了 假设你这边scope中瓜糊0 那这个表示哪一个?就是89 那如果中瓜糊改成1的话呢 那就是这一个 2的话是这一个 这个是等于3 0,它的index的索引值 OK,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将来呢,如果你要放资料的话呢 大概概念是这样 这个蛮重要 因为将来呢 我如果我们 我们后面还有蛮多练习 会从云端 会从资料库 会从其他 会从档案 假设要把大量资料呢 放到 这个 python里面处理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用串列 用list 如果你不会list 后面很多地方你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 你不可能用一个变数去接 变数接了就难过的 你没办法做处理 OK 所以特别之后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input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要做出三个结果 第一个 我希望算起几个 几个的话呢 还有呢 平均 跟那个总总分平均部分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刚讲 你可以用len 把刮户里面放一个scope 那因为会多一个 我刚刚讲-1 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它减1 几位学生 那如果我要计算总分 跟计算平均的话 这个地方呢 该怎么做 OK 比如说我要计算总分 那总分的话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总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办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total 等于什么呢 其实呢 在那个内建的函数里面有 也有一个sum 那也说你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把这个地方total total 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sum 不过可能会多一个问题 就简易 那怎么办 那如果你取巧 你可以加1 有没有 可不可以 这也可以 是写法 但如果你不写成这样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你要跑一个回圈 有没有 那回圈的话就是把什么 就是把这里面 这个串列里面 for i in range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 就是告诉他说 你要从他的index 所以你只从0开始 到哪一个呢 到len len len 刮胡呢 把这个scope放进来 到哪边停下来呢 到他总共有几个len的话 他回来是多少 123 4个 ok 所以是4 那也就是说0到4 那他就停到3 那会多什么 多负1 所以怎么办 还要再把len 减掉1才对 也就是只要跑到哪里 跑到这里就好 0 1 2 到3就停下来 有没有 所以这边要把这个多一个减1 就减1 就减掉这个 不要 ok 冒号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一个一个抓出来累加 所以total等于多少 total呢 他这个值 帮我累加 total等于total自己本身 total等于total自己本身 累加我前面一直强调很重要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scope自己里面的值 那怎么样把它取出来 记得 中瓜糊里面放个i就可以了 那他就会怎么样呢 第一次抓0 0的话就是抓89 89 然后再来下一个就85 再来就87 把它累加 total的话就是等于是前三个的加总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ok 那这个是方法2 ok 那当然呢 什么时候该有哪一个方法 当然你要看情况 如果像这一题的话 上面那个方法比较简单 如果感觉就是加1的逻辑感觉 有点怎么看就怎么怪 有没有 ok 所以我会用下面的方法 那再来的话怎么计算平均 那平均的话呢 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变数叫Average 那Average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total最后的总分怎么样 除以多少呢 除以 当然你不能直接除以3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数量多 那你就错 所以怎么办呢 你就变成什么 把这个L1-1 放到这个后面 然后记得 加一个小瓜糊把它刮 因为先减掉它之后 也就是说呢 L1是算它总共有几个人 几个人 这边会出现四个人 有没有 可是呢 后面负义是多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扣掉 好 那最后的话 如果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什么 本班的总成绩是多少 平均是多少的话 好像刚刚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结果 这个 我秀一下 那这个要怎么写 这个词形 比如说我是输入一个成绩 两个 我大概输入三个就好 那最后-1 本班成绩帽号 把total放在这边 把平均放这边 那当然你用串的 有没有 本班成绩帽号 然后那个用转型的 swing 然后那边也是swing 然后串串串 可是我讲过 当然你可以用串的 可是像这种情况 我都建议你用另外一个format format format 前面特别强调 因为format 太重要了 如果你用format 写起来橙色比较漂亮 那怎么做呢 1 你这个print 首先的话 我这边好像写成这样 我用format 来写 这另外还有点写吧 首先的话 我就把这一串 print 假设我要把这边输出的话 那我这边可以写成双引号 print 什么呢 那把这个东西先打上去 这个地方我会需要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一个资料叫total 那这边的话呢 放一个 叫一个 那个 Average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这个也有印象吧 大刮户 有没有 九九十八表 后面点什么 点format format format之后的话呢 给它什么 给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 把total放过来 帮我把total放到这边来 那因为有两个大刮户 所以需要两个变数给它 这个放过来 OK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我希望这边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如果你没有加上一些取小数点第二位的格式的话呢 它是出不来 它会变你几位就几位 OK 那所以还记得吧 format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记得加什么 冒号 有没有 点 2 F OK 关键哪个 加这个 它才会把 平均结果放过来的时候 自动帮你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二 这个有讲过吧 应该有印象吗 我一直强调 format非常重要 非常 因为像以色列里面 以色列很简单 按一下就第几位第一位 可是在 python 很抱歉 它是 它没有像以色列是视觉化的 看得到的 所以你必须要format来完成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输入 比如第一 随便输入一个两个 三个 最后一个-1 那-1之后的话 都放在哪里 放在score里面 然后Enter之后的话 就帮我print 总共有几个学生 三个 对 然后帮我把前三个加总 OK 前三个加总 然后 这个去掉了 再来的话 就是帮我把它平均 平均的话也是要去掉最后一个 然后呢 就是再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total的成绩 格式化到这边来 帮我把average的成绩 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二位来 OK 就是底下的结果 我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再来 不过你会发现做完之后 感觉好像 里面有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是逻辑 但结果也是做对 只是说呢 一直都要把LEN-1 你会觉得这好像很麻烦 有没有 如果我们可以在前面的地方 就干脆不要让它输入-1 不就好了 那如果不要让它输入-1 有什么方式可以改的更好 这里的话 请各位也许可以想想看 OK 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是利用串列 OK 那我特别强调 串列就是可以放大量的资料 有点像Excel里面 反正一个一个放下来 但是放在串列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针对串列去计算 包含什么 算里面有几个资料 你可以用LEN 然后算什么它的加种 你可以用累加或用SUM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要输出 你可以用Format 因为这前面部分的话 有些都讲到 请各位试一下